請金管會黃天睦主委 黃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我記得2020年5月21號您剛上任的時候 我問您睡得好嗎 因為2018年在做金管會副主委的時候 您說想到受險業你就失眠睡不好 到現在已經是2022年10月了 請問一下主委 我們的受險業是體質更好還是更差 去年很好 今年因為生息的關係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一切的問題都在生息 我剛剛聽你說講都是生息的錯 國際上其他受險公司有像台灣的受險公司 從去年2020年您上任的時候 只有4家的淨值低於3 到現在已經暴增到7家 國際上哪家受險公司像台灣是這樣子的狀況 為什麼台灣的狀況特別明顯特別惡劣 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們的資本市場 沒有提供足夠的固定收益的商品 所以這就是我2020年問你的問題 2020年5月的時候我說 我們受險業海外負險過高 當時高達66% 我說希望能夠促進資金回流 您說認同 到現在2022年9月27號 我們海外投資破69% 創新高 當時你承諾我的沒有一件做到 而且體質越差 你還把這些責任原因歸咎於台灣沒有固定可以收益的 所以一切的責任就在於金管會的監理 到底在這兩年內做了什麼 大家所期待看到的高度監理 2020年你說你會高度監理 如果受險公司做得不好 必須承擔責任 到現在你幫受險公司解套 你幫受險公司卸責 說一切都是因為升級 所以你要幫助他們 還要實行這個金融監理寬容政策 這是保護所不願意看到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在當烏鴉在提醒金管會 在提醒主委說 受險公司的問題在哪裡 從今年5月受險業要發這個現金鼓勵 當時我就問金管會主委說 受險業禁止已經損失了一兆多 只剩一兆多 你還要發鼓勵550億嗎 當時受險業堅持要發 金管會也同意他們發 結果2022年7月 馬上爆出南山人壽禁止是負的 而且南山人壽更可恥的是在7月的時候發新聞稿說 我們6月獲利創新高 累計超過378億 到現在7家禁止 第3的受險公司 南山人壽就是唯一一家負了 到現在從7月到現在 我想請問一下金管會喔 你們現在有每一周叫這些受險公司提報他們禁止的數據 那南山人壽現在的負債是多少 來保險局市局長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禁止比例啦 對那實際的那個負債呢 我們要查一下 還要查你不是每周就要回報不是每周都應該監管這個數字嗎 從7月到現在南山人壽應該是高度監管 隨時監控這個負債的數字到現在你說不出來 是不敢說還是不想說還是不能說 跟委員報告他每周是禁止比例跟RBC的數字 所以他的禁止到現在複數的負債是多少 我幫你算出來喔 南山人壽9月30號的禁止是算喔 依照他現在的這個 第二季財報敏感度分析跟潤泰權的這個報告喔 我們可以看出來南山人壽到現在負債是627億 而依照媒體的報導喔 全體受險月到第三季的禁止只剩下7500億 負債高達33兆 這是多可怕的數字 當你同意發這個 現金鼓勵550億的時候 錢是到了這些受險業大老闆股東的口袋裡面 可是現在負債的是保護要來承擔 剛剛主委你說金融穩定很重要 現在金融風暴大家可預期即將來臨 你把這個炸彈延後爆炸 但是到誰的手上爆炸我們不知道 如果不是在你任內就是下一任 問題是最後要來收拾殘局的是誰 是政府還有我們保護要負責 現在大家就要問啊 如果會計制度可以改來改去 那到底我們要相信什麼 2018的時候南山人壽說啊 因為接軌IF-9 所以他的禁止呢 積增了765億 原因就是因為呢他把這些債券啊 什麼都放到OCI裡面 而現在因為這個OCI因為這個國際的這個股市大跌債券不如預期 他就說我想要改到AC去 金管輝你也同意 可以因為這樣會計制度的改變造成說賬面好像看起來是獲利 但實際上他的淨資產他實際上都是負債的 這樣子的狀況嗎 可以這樣美化數字欺騙保護嗎 所以現在大家就問了為什麼不敢面對真相 如果說今天南山人壽的禁止到現在都是負的話 該增資就增資 而不是金管會幫助他們更改這個會計制度的方式 再加上學者說如果當初你選定F19你已經提列OCI的你如果在改AC就是破壞制度破壞體制 這個就是破壞金融的穩定跟金融的秩序 今天你可以因為這樣子而改變明天其他的會計制度也可以改來改去 那到底我們這些投資人到底我們這些保護還要相信什麼 如果金管會都可以幫助這些受險業者 一起來欺騙保護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這些台灣1600萬的保護權益在哪裡 台灣至少每個人投資的這些金融保單就將近150萬 所以其實對於每個人來講這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風險 所以今天大家就要問啊請問一下主委喔 你如何評估這些受險業的清場能力 為什麼你不能要求他們增資 為什麼發鼓勵的時候錢到了股東 到了大老闆的口袋 今天要他們拿錢出來增資的時候就可以更改會計制度 發鼓勵的時候不更改會計制度說你這些賬面上的獲利其實是假的 你的淨值沒有這麼高 而現在發現淨值是負的時候就更改會計制度 就不用掏錢出來 這個股民沒辦法接受保護也沒辦法接受 主委可以回覆一下謝謝 發鼓勵不是只有股東 很多上市公司是一般民眾都可以拿得到錢 而且做一個股東這個保險公司發鼓勵 如果以南山人壽來講啦最大的股東就是銀眼兩郎 報委員 我們做政策不是 被心中糾結只有某一家保險公司 今天做的政策制度是所有保險公司 剛才講到外商也在裡面 我們現在不應該用受險公司老闆的權益來綁架保護 因為今天南山人壽如果要增資 拿出來的就是銀眼糧的錢 你現在幫銀眼糧在護航 讓他可以不用增資 但是問題是我們保護的權益在哪裡 當初派習的時候派最多的就是南山人壽 派最多就是銀眼糧 而這些問題 這個不是最多的 這些問題不是我今天在這裡講而已 2019 IMF就市井說台灣的受險業受衝擊的能力 非常的大風險非常的高 海外曝險已經超過總資產的三分之二 2019的時候 INF就市井 當時金管會怎麼說 他說是違言聳聽啊 說會強扣 要求業者對各國升息政策做財務禁值評估 眼影硬硬 就你現在把升息來當理由 然後幫他去變更會計制度 這個理由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個禁值的波動到現在為止 是因為業者的投機 業者為了帳面數字 好像這個有獲利 來去做美化 這個業者自己要去承擔 怎麼是保護要去承擔呢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主委喔 你們有沒有要求這些 包括國泰人受可以說是 受險業的指標 目前也是禁值下跌最多的 前三家是 國泰富邦南山 為什麼是這三家呢 因為他們當初就是用DAC比來 起債來獲利 所以呢這兩三年他們獲利數字很高 但是這些獲利數字都是假的 然後再來發現金鼓勵 那現在這三家受險公司就因為這樣禁止急速蒸發 所以該增資就增資 那目前為止想請問主委 在什麼情況之下會要求他們增資 我先要澄清一點 今年年初審查這些 發放鼓勵的計劃 對於他病案提出未來接軌的增資計劃 不是說只有發錢而已 對啊 那增資在哪裡 現在大家就會問啊 你沒有叫他增資反而更改會計制度 你說你當初發鼓勵有要求他要增資 增資在哪裡現在大家在問呢 現在該增資為什麼不增資 現在禁止比第三 現在還有富的南山人獸為什麼不增資 發委員我今天建立不是只看南山人獸 可是你心中只有南山人獸 我幫他有提出國泰跟富邦人獸 對我們當然有其他的保險公司 還有外商保險公司啊 因為只有南山人獸是富的啊 只有南山人獸從7月開始來發新聞稿 告訴他獲利創新高 欺騙股民欺騙保護 結果事實上他的禁止是富的 一直到現在已經10月了 禁止還是富的 早就該增資早就該下市 但是主委完全不當一回事 發委員 這要看年底 剛才那個字節是不得已 委員問 我們才講 所以你認為年底南山人獸禁止會轉為正嗎 在你幫助他更改會計制度就轉為正 所以他就不用增資 所以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南山人獸不是嗎 如果照原本的會計制度 他就應該要增資不是嗎 這個要不要改能不能改 所以這一場的 騙局就是一個上下交香賊 在協助南山人獸 在協助這些壽險公司 不去面對他現在禁止為0的事實 然後把股民的權益呢 丟在一邊 這個跟當初這些壽險公司 願賭不服輸是一樣的 道理跟狀況 你不能長到田頭發鼓勵 然後現在呢虧損了就要我們保護來買單 那我覺得這樣子一個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心態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到現在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主委 當初你說壽險公司的RBC 是健全的 沒有財務的問題 但現在證明說這些RBC呢 其實是有很大問題 所以我們要導入ICS2.0 但是如果你把這些壽險公司 用ICS2.0 現在來去試算的話 這些壽險公司有哪幾家金的去檢驗 你們有去考慮這個問題嗎 主委 你們用 書面答覆 好不好 那個時間到 好謝謝主席 我只是想要讓主委知道說 我們不是今天才站在這裡去 講壽險公司的問題 而是您上任 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在關心 在你上任之前的兩年 你自己也很關心 而且很擔心 你不能今天換了位子換了腦袋 你今天都要金管位主委之後 壽險又情況反而更惡化 你當初口口聲聲說要高度監理 到現在變成監理寬容 完全換了一個樣子 這不是我當初 想要看到的黃天幕主委 因為我認為你是一個有為有守 而且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一個公務員 一路 跟著我們金管會這樣子上來 所以你應該最了解我們現在保險業受險業的問題 你不應該隨著他們起舞助長他們 可以 有主管機關來協助 他們就不願意面對自己現在 禁職是付 該增資這樣子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所關心的 而且如果今天 一家公司可以因為這樣更改會計制度 他就 大家不用掏錢 那我們這些小市民 我們這些納稅人 我們的會計制度 可以今天改來改去 公司就不用破產 公司就不用虧損了嗎 可以這樣嗎 我想大家不能接受 謝謝主委 謝謝 感謝 感謝公委員 接著請鍾嘉賓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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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